嗨 我是宝可梦 我们要出国了 到底要刷信用卡还是要现金呢 今天就来教大家几个秘诀 出国刷卡攻略 越刷越赚的秘方大公开 第一招就是跟大家讲 你不需要全部带现金 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去控制汇率 但是如果你用信用卡的话 其实你只要回来之后再支付当下所刷的钱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减少现金的比例 你大概可以准备个大概一成到两成的现金 但是你大部分都是用八成到九成的信用卡 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 那到底要带几张卡片出国呢 第二招我建议大家至少要准备三张以上的卡片 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国际发卡组织 有Visa Master JCB跟美国运通 你大概准备个三个不同的发卡组织 你就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 商家不接受某一个发卡组织 或者是刷不过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换另外一张卡片 你只要每一张卡片的回馈都是大于1.5% 这样就不会担心有交易手续费的问题 第一张中信赖配卡有4.5% 不过呢它限定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跟泰国 第二张呢是国泰式华的Cube卡 它至少有5%的回馈 你只要有海外消费那么就符合资格了 它可以办Visa Master的版本 那如果你是早期国泰式华其他的卡片 换发下来的 你有机会可以拿到限量版的JCB的版本 第三张呢是推荐给累积里程的朋友 你只要申办HSBC旅人卡 无线卡的卡等呢 在海外消费一律都是10元一里 所以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那它的发卡组织只有Visa 所以呢你只要这三张卡片都准备好了 其实你出国怎么刷呢 回馈都是高的 那再来就是不同的发卡组织可以互相cover 第一张呢这个中信LinePay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卡片呢非常的可爱 那它也是JCB的版本 中国信托呢在2022年的第四季 就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 它针对了四个国家 日本、韩国、泰国跟新加坡呢 做了4.5%的加码 那这个4.5%加码包含原本的2.8% 等于是加这个1.7%上去 那么你只要在当地实体消费 就可以拿到4.5%的点数回馈无上限 如果不是去这四个国家玩的部分 那你就只有2.8%的点数回馈无上限 特别提醒哦 一定要到当地实体刷卡才算 那如果你是网路刷卡 比如说你刷Amazon JP算不算 这个就不算了 这个一定要实体的通路刷卡 那也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因为这张卡片呢 它只要是申请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我这边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扫码来申请了 下一张要推荐的是 国泰式华的CubeCard 这边呢 我三个都有了 所以大家呢 可以依据你自己的这个消费状况 然后来选择就是 使用的哪一张卡片这样子 那因为JCB 它在日本刷它的汇率是比较好的 所以如果我去日本的话呢 我会优先使用的是JCB的这一张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其实你用Master也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这个5%到底要怎么拿呢 它其实是不限定实体或者是线上刷卡 那我这边呢 也整理了至少5%的这个规则 海外的线上刷卡跟当地消费呢 你记得切换到玩数位的方案 你权益升级的话呢 可以刷无限大 第二个呢 记得领券就可以拿到海外3%的加码 它一样也是点数回馈无上限 那第三个呢 海外消费加码1% 这个东西呢要线上登陆 所以请大家在12月26号来进行登陆 如果没有登到的话呢 就拿不到这个回馈 所以最少呢 有5%的海外回馈 那如果你是在全球航空公司 或者是全球饭店住宿 或者订房网来做消费的话 请你把Cube卡切换到去旅行的方案 这是它的指定权益 记得做权益升级 可以拿到3.5%的回馈 加上海外加码的3% 跟累积满额1% 加起来最高你可以拿到7.5%的回馈 我自己本身也都是这样刷 提供给你参考 下一个推荐的卡片呢 是HSBC的旅人卡 HSBC的旅人卡呢 它这是9月份新发行的这个卡面 蛮漂亮的 虽然说它不是金属卡 但是它有做出这种闪亮的这个质感 我个人觉得蛮好看的 有需要的话呢 我们这边可以扫码办卡 QR Code在这里 它的活动期间呢 是其实是今年的7月到明年的6月30号 就一整年都有 国内就是18元一里 海外就是10元一里 海外交易一律会被收取1.5%的交易手续费 哪一张卡片都是一样的 这张卡片的额外回馈 有送4次的免费机场接送 8次的免费机场贵宾室 然后还有免费的机场停车有60天 甚至你的免费机场接送次数用完了 你也可以用VISA的又会价420元来叫 所以这个都算是还蛮不错的附加权益 常常非出国的人喜欢累积里程换机票的 这张卡片可以考虑使用 提醒大家 它是需要年费的 年费是8000元不可以减免 再来呢 第三招 出国的话呢 一定要善用信用卡的附加权益 这些附加权益是你用现金一定买不到的 在刷卡买机票之前呢 或者是在预定行程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精打细算 我这边举例三个附加权益来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呢就是免费的机场接送 其实很多的信用卡都有推出这种 一年送你四趟到六趟的免费机场接送 不过呢 他们都是需要一定的财力证明 才能申办的卡片 比如说台北富邦银行的尊玉世界卡 他就要放300万才能申请 有礼专邀请 美国运同千丈百金卡需要年收200万以上的人 才能够申请的下来 HSBC旅人卡比较亲民 你只要年收25万就可以办下来了 各家顶级卡 他的免年份门槛都不太一样 像尊玉世界卡的话 你就是要年收到36万 如果你确定符合资格的话呢 这张卡便办下来 你一年可以叫六趟的机场接送 其实是蛮不错的 那相关的细则在下面这边有做解说 大家在使用之前记得要先阅读 美国运同千丈百金卡 他送的四趟呢 你只要用来支付团费 或者是全额机票 你就可以一年叫四次免费的机场接送 这个不错 HSBC旅人卡呢 他只要支付国际机票全额 或者是国外团费八成 一样可以叫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用里程换票的 那你刷的只是机场税跟兵险 这样子还可以叫吗 大部分的信用卡公司 所提供的免费机场接送 你是一定不能叫的 反而有一张卡片是比较例外 就是这张旅人卡 像我之前在华航刷了 大概是两万多块钱的 机场税跟兵险 那我特别去询问说客服说 这样子可以叫机场接送吗 他们说这是华航官网的消费 基本上可以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 就提供给你参考 旅行平安保险 尤其是市场的顶标 国泰士华的世界卡在后面 然后这是Costco的联名卡 它是无线卡的部分 拿这两张卡片来刷 都是有六千万的旅行平安保险 不过一样就要刷机票的全额 如果你是里程换票来刷 机场税跟兵险 一样是不符合资格的 使用银行的顶级卡来刷机票 你的保险权益是比较多的 另外一张比较推荐的呢 是中国信托的顶级卡 中国信托的顶级卡 这张卡片已经剪掉了 那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 你只要刷机票 或者是80%以上的团费 一样有五千万的旅行平安保险 也很好 那如果你是拿国泰式华的Cube卡 来刷机票的话呢 你只有一半 大概就是三千五百万的旅行平安保险 所以很多人就会问说 那Costco无线卡换发的Cube无线卡 要不要保留 当然要 因为用Cube无线卡来刷 一样有最高六千万的旅行平安保险 然后呢 也可以拿到卡片的高额回馈 一减一顶 不然减少一顶 怎么没 当然一定要啊 另外一个优惠呢 是免费机场接送 尤其是美国运通的千丈百金卡 它一年可以无限次数的使用 他们的The Central Lounge 或者是它合作的Priority Pass的 机场贵宾室 都可以去使用 所以这张卡片虽然说年费要三万六千 但是呢 你只要常常出国 常常用 一定回本 第二张呢 是台北富邦银行的尊玉世界卡 它一年呢 可以让你前往机场贵宾室12次 也可以去机场餐厅来做套餐的兑换 所以这个蛮好的 那你只要支付当次的机票全额 或者是旅行社八成的团费 而且要达六千块钱呢 就可以使用两次 那如果是八万块呢 可以使用四次 第三个是HSBC的旅人卡 它呢只要支付全额机票 或是团费的八成 就可以预约使用龙腾的贵宾室 或者是机场餐厅也可以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结论 其实呢 这些信用卡 它就是只是一个工具 就是帮助你出国更方便 那提醒大家 现金不要带太多 因为它有遗失的风险 那再来就是卡片 至少要带三张 这三张呢 可以让你在海外 如果第一张卡片刷不过 可以换第二张 然后再换第三张 这样子的话呢 比较不会打坏你的玩性 你准备好 要出国玩了吗 记得把信用卡都准备好 公寓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 安心出国 快乐省钱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